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小飞违反离婚协议 不给女方支付复养费用 累计已经拖欠了500多万新台币 戴S指控汪小飞没有履行离婚时的协议 自从3月她与居金业结婚后 汪小飞就没有支付过生活费了 由于两人是协议离婚 如果一方不履行协议 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此汪小飞违约后 她在台湾的存款资产以及所经营的Shotel都有可能被戴S申请查封抵偿甚至是拍卖 不过有知情人出来透露称 汪小飞在台湾有近千万的存款 很快就可以偿还清500万台币的生活费 不至于会到拍卖和抵押不动产的地步 对汪小飞不支付抚养费用的原因 有知情人猜测 是汪小飞觉得许新元已经和韩国明星聚军业结婚了 所以不想再掏钱 正当大家吐槽汪小飞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 事情突然就迎来了反转 当时汪小飞亲自在账号上发文 大骂台媒抹黑自己多年 汪小飞说自己对孩子一直都是毫无保留 过去一年的汇款记录自己都有 自己对孩子真的是仁至义尽 随后汪小飞晒出自己在2022年一年的汇款转账的账本 说自己过去一年为了孩子这个家所付出的费用 司机 阿姨 都是我在开工资 孩子的学费 生活费一分没少 在汪小飞的照片里 的确事无巨细地列举了众多生活费用 从明细中可以看出 有300万新台币是汪小飞要向大S支付的备用金 也就是定额抚养费 汪小飞和大S的子女在瑞士念书的租房费用 每个月就高达7万新台币 两个孩子的注册费和学费 更是高达27.8万新台币 大S和孩子们的家用 日常善杂费等 更是零多到数不过来 动不动都是十几万 二十几万的花销 值得一提的是 正如汪小飞所说 就连大S和聚军业 婚房的13.8新台币的电费 13.9万新台币的物业管理费都是他在买单 大S和聚军业拿汪小飞买的豪宅当婚房 还要他交水电费和物业费 敢拖欠就告上法庭强制执行 汪小飞这暴脾气 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干脆曝光一切 来个鱼死网破好了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 这些零零碎碎加起来都已经超过了四千万了 我不知道这些钱是人民币还是美元或者是台币 但就算是台币 四千万也是一笔巨款了 别说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的花销也已经够够的了 将近一千万的人民币 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机会拥有这么多钱 按照汪小飞的说法 是徐欣元和聚军业连住的那个家 都是汪小飞自己花了四个亿买下的 付了2.4亿的首付 每月一百多万的贷款也是自己在还 里面所有的装修设计全是汪小飞自己的风格 而聚军业取了徐欣元以后 不光住了进去 甚至连个家里的床垫都没掏钱换 和窝囊费一样享受着自己的东西 最后居然还要求汪小飞给聚军业和徐欣元的房子支付电费水费 家里的保姆司机也得要汪小飞来掏钱 简直匪夷所思 所以汪小飞自己再也不想给聚军业夫妇交电费了 对方已经结婚了 却住自己的房子 用自己的司机和保姆 还让自己交电费实在太欺负人 王小飞对自己的孩子什么都舍得 但对于已经结婚的聚军业和徐欣元真的没办法忍受 儿子被告上法庭 大妈的也不能落下 张兰一大早就打电话给前庆家 把对方一家人骂得狗血淋头 S妈 我当时在睡觉 她用语音留言骂了我们全家半小时 包括我 虚元 虚地 她骂脏话是小事 但她骂的话已经是人生攻击 S妈表示 自己被张兰的这一顿语音轰炸 气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听了 气到心脏快停止 血压已经飙高了 我气到现在还没办法停止 对于汪小飞想让两个孩子回北京的诉求 S妈再度表示反对 小孩不是物品 他们现在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面对前丈母娘的指责 汪小飞丝毫没有后退 还威胁对方 要是再多嘴 就把他们一家人的俩全部抱出来 尤其是小S的 忍在气头上 说话都口不择言了 对着自己曾经的小姨子 小S就开启了第一炮 他宣称小S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常年需要服用斯诺斯这种安眠药物 而且还不需要经过医生处方 就可以拿到这种处方药 该药品学名93做皮毯片 台湾最受欢迎的安眠药之一 就是这类药品 此类药品会引起诉罪 这个消息是十分劲爆的 汪小飞还宣称 自己行的端做的正 可以实名检举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是个证人君子 但是S妈也回应称 大S和小S高中就出道 姐妹俩什么事都摊在阳光下 他们家没有丑事 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以讲 但是网友则透露 小S疑似和某武当老师还有瓜 有博助让汪小飞爆料 汪小飞反问 这你也知道 同时汪小飞再次说起 自己在这段异地婚姻里 一直都是空中非人的状态 十年飞了七百趟 如果把他再惹急了 尤其是小S 再说话就检举他 还预告之后 他还要去台北 汪小飞还爆料 大S的安定药来路不正 居君业在上海的豪宅也有隐形 而自己不是蓝正龙和周玉明 不会轻易放过这些 这些不够刺激 张蓝直接爆出猛料 他在直播中称 大S是婚内出轨居君业 他把汪小飞十几年赚的钱都榨干了后 其实早就和巨君业联系上了 给汪小飞戴了绿帽 张蓝直言 什么婚后联系的 你信吗 我都有证据 另外张蓝还怒呛大S 别把我逼急了 爆出来他就是真的粉身碎骨了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有谈媒采访了大S的经纪人 对方已读不回 或许还没有协商好 该如何回应媒体 反而大S本人 在汪小飞发声之后没有理会 反而是在社交账号晒出美照 没有回应和汪小飞的争议事件 之后汪小飞又发了声明 表示他以前顾及孩子 所以愿意付出巨额抚养费 但现在他不想付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换位思考 也是有些憋屈 巨君业大小也是个明星 来这里也靠炒作话题 赚了不少钱 结果住汪小飞的房子 用汪小飞的店 还和汪小飞的前任 秀恩爱 这让汪小飞怎么能舒服啊 谁也不愿意 养着自己前任的另一半吧 让汪小飞给孩子花钱 他乐意 让汪小飞给巨君业花钱 他肯定不乐意啊 但如今尴尬的 是汪小飞和许希元 当年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规定 另一半结婚的时候 抚养费给多少的问题 如果没提这事情 那么估计汪小飞就吃了哑巴亏了 因为别管什么钱 只要签协议了 就得按月给钱 这钱到底是给孩子花了 还是给巨君业花了 徐希元那边说了算 在道德上 汪小飞能谴责徐希元 但在法律上 还真的不好说具体怎么回事 针对汪小飞的发文 戴死妈妈也在随后进行反击 她表示生活费房贷 本来协议离婚时就是她支付 司机费也是她支付 至于两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两个保姆加一个管家 三个人的费用超过15万 都是戴S支付 至于汪小飞提及到 要两个孩子返回北京生活 戴S妈妈则表示 小孩子不是物品 他们现在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当初戴S没让小孩回北京 是因为疫情严重 而且小孩的学习 一直都是在台北 再加上汪小飞与张岚都很忙 所以两人并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戴S在与汪小飞离婚时 思路还是相当冷静的 请了当地著名的离婚案律师赖方玉 提及这位律师 你可能不熟悉 但是他打过的离婚案 你绝对有耳闻 张青芳 李静雷 福袁矮 都是由他一手操盘的 而且前面的几位在离婚过程中 都为自己争取了最大的权益 大S有赖方运护航 结果自然也是相当不错 当初两人的离婚协议书规定 双方亲民确认协议内容后 若有一方违反 另一方及格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不必再打官司 而汪小飞面对资产被查封 却除了乖乖认罚外 只能靠另打官司 要求推翻前面的协议 来重新签订 但不少法律专业人士认为 没有足够的佐证材料 想达到这个目的实在很难 有了这么懂得神布局的律师 汪小飞有如今结果 也就显而易见 不过当初汪小飞签名时 没觉得条款对自己不利吗 没觉得自己要付的金额 有点巨大吗 肯定还是会觉得的 在这种状况下 最后还是认头签名了 和前面网友提及的 没有安分手挤 多少有点原因 而且对照李静雷的离婚案里 南方也是除了养小孩 还要支付庸人司机等费用来看 和汪小飞一样状况的大有人在 可见迁徙一时 你不当心 日后生气着急 博网友同情 还列举开销巨大 同时靠爆料女方 加恶心人的事情 想撼动法律条文 估计难度有点大 其实比起网络喊话 汪小飞找个更牛的律师 想想怎么反转结局 似乎才更有作用 这两家人也是有意思 从婚礼到离婚 从男方疑似出轨 到女方马上再婚 我都不知道该心疼谁了 可能人家也是乐在其中吧 每次有话题都是流量和钱 随便一年就能花去 普通家庭一辈子得不到的财富 你笑他家长里短还热闹 他也笑你看不懂其中的门道 最后到底是谁在笑话谁 还真不一定